哈囉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流論5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198講 波斯頓矩陣 你的公司有現金牛明星問題和受狗嗎 假如你是老闆 你公司的客戶越來越多 業務越來越複雜 你開始擔心自己逐漸迷失在 收入、利潤、應收賬款、常規更新等等日常事務當中 並因此失去對未來的把握 就聘請了一家諮詢顧問公司 幫你梳理業務戰略 那諮詢顧問了解完你的業務之後說啊 你公司的現金牛業務正在逐漸變成受狗 應盡快採取收割策略 那問題業務的儲備太少 所以明星業務的數量匱乏增長乏力 估計不會發展為下一個現金牛 也將變成受狗 你要對這兩個產品啟動發展戰略 對另外那四個產品啟動放棄戰略 聽完這一段話你可能一頭霧水 想說這什麼和什麼啊 而諮詢管理顧問業的同學聽完剛剛那一段呢 一定會會心以笑 因為這是諮詢管理顧問業的黑話 和請你吃一顆花生米一樣 是行業內術語 對一個非諮詢管理顧問業的客戶講這些話呢 90%是為了彰顯顧問的專業 讓顧客覺得這個顧問真的是超級厲害超級專業啊 我付的這個錢值得啊 但其實啊 這些東西並不複雜 今天留言老師就與我們來分享這一套叫做 波斯頓矩陣的黑化體系 一年以後我們被別人給唬住了 波斯頓矩陣的發明者 波斯頓諮詢的創始人布魯斯認為啊 公司若要取得成功 必須擁有市場增長率和相對市場份額 也就是市場佔有率各不相同的產品組合 於是他用這兩個維度 畫了一個二維四項線矩陣圖 並給這個矩陣中的四項線 起了幾個形象的名字 也就是前面聽到的 現金牛啊 明星啊 問題啊 和瘦狗 後面這邊我們就來一一分別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現金牛業務 現金牛業務也被吸成為印鈔機 它通常有很高的相對市場份額 也就是市佔率 但也因此市場增長率就顯得低了 比如微軟的Windows和Office 或者是Google的搜尋業務 這些都是他們的現金牛印鈔機 再來第二個是明星業務 明星業務呢 通常是指很有前景的新興業務 在一個快速增長的市場當中 佔據了相對高的市場份額 比如從賣書起家的亞馬遜 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雲端服務 並佔據了領先地位 雖然剛開始不賺錢 甚至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可是它是未來 一旦這個明星業務成為了現金牛 公司就會進入到下一個爆發期 再來第三個是問題業務 問題業務呢 是一些相對市場份額還不高 但市場增長率提高很快的業務 比如像Google的人工智慧啊 機器人啊無人駕駛啊等等業務的投入 那這些業務之所以會被叫做問題業務 是因為他們最終會成為明星業務 甚至現金牛業務還是會死掉 都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問題 最後第四個是受狗業務 這部分的業務呢 相對市場份額很低 也看不到什麼增長的機會 也就是那一種 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的業務 就被稱為受狗業務 比如微軟的智慧型手機啊 雅虎的搜尋啊等等 那當我們理解了這幾個元素之後 再回過頭來去聽那位諮詢顧問的話 就會明白他說的現金牛啊 明星啊 問題啊 受狗啊什麼的 到底是什麼意思了 甚至你都可以預測他會給你什麼樣的戰略建議 他的建議可能是這四個 第一個是發展戰略 這是不惜用現金牛業務的收益 大舉投入到問題業務當中 以提高相對市場份額 也就是市戰略 讓其儘快成為明星業務的戰略 第二是保持戰略 就是不輕易投資新的方向 好好養牛 維持市場份額 讓現金牛業務產生更多的收益 那第三是收割戰略 對強大的替代產品已經出現的現金牛業務 比如柯達的底片相機 或者是像一些發展前景不佳的問題業務啊 或者是受狗業務等等 我們就可以考慮盡可能快速地收割他們的短期收益 然後準備放棄 第四個則是放棄戰略 對於無力可圖的受狗業務 要果斷清理、撤銷、出售 把資源用在其他有前景的業務上啊 以上這些就是波斯頓矩陣的元素 以及你產品所在位置可以採用的最好戰略 其實啊 每家全球知名的諮詢管理顧問公司 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領和黑化 比如麥肯錫的金字塔原理啊 波特的武力分析模型啊 特勞特的定位理論啊 和布魯斯的波斯頓矩陣啊等等 那聽完這一課啊 相信你不僅可以用波斯頓矩陣的術語 和諮詢管理顧問的專家對達如流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自己分析你家的業務組合 並且思考你家企業未來的戰略問題啊 什麼是波斯頓矩陣? 波斯頓矩陣的創立者布魯斯 用相對市場份額 也就是市佔率做橫軸 並且用市場增長率做縱軸 畫了一個二維四項線矩陣圖 把公司的業務組合分為 現金流業務 明星業務 問題業務 和受購業務 這樣分解業務 不僅看清業務和現金流的關係 更能使用發展戰略 保持戰略 收割戰略 和放棄戰略 讓我們得以在市場的動態發展當中 尋求最佳的業務組合和發展姿態呀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河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